好 我們看一下從四大域 當然這個四大域舉辦的預算 開支還有四大域本身在國際定位 跟台灣是否有必要 為了增加中華民國人間隊 辦這種無聊的活動 這是個討論的空間 可是我們回來看一下 台北市的大建設 因為特別是 現在當中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針對現在目前台北進行當中 最大建設就是台北大巨蛋 在這幾天有幾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講法 第一個他是2014年4月選前講 他說這個移速的方法太不文明了 我跟官員報告 這個不定報的壞處在這邊 因為他每天上網 被一些晚軍給影響了 到底怎麼移速 他知道嗎 這個官員要知道嗎 其實有影片 互數聯盟有影片 其實不代表遠雄沒有影片 到底文不文明 我們可以做討論 第二個他想提到 全世界很少人把大巨蛋 這種大型的體育場 蓋在市中心馬路旁 因為疏散就是大問題 這是很困難的散行工程 擦屁股工程 觀眾朋友 因為柯P不讀書只上網 所以他常常被晚軍影響 好 另外一個最新的 他說地下道是不是不要做了 那就沒有移速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從 整個BOT的合約來看 到底柯文哲講得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三大的講法 再加上監察院之前 曾經調查過 台北遠雄大巨蛋 有四大爭議 第一個 是不是提園區變上園區 遠雄蓋了太多的辦公住宅 跟共中心 第二個大巨蛋 現在大家都說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也不知道這種消息 是哪裡鬼扯出來的 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我們都有證明給你看 第三個拓寬道路 粗暴移植老術 第四個是不專業的工程會 阻擾市府處分 我們現在倒推回來 從整個監察院到柯P 大巨蛋假如是一個不好的 當初為什麼要見 觀眾朋友 為什麼要見 很多人罵馬英九 我跟觀眾報告 其實大巨蛋 我們從92年公開招商 民國81年 因為有一個很討厭的巡政院長 叫做郝伯春 他沒事有事 在職棒二年 去看了衛權跟統一的 職棒總冠軍第七戰 結果郝伯春一去 下了大雨 郝伯春看不成 大家也看不成 現場一萬多名觀眾 大喊我要巨蛋 我要巨蛋 郝伯春就說 台北要蓋大巨蛋 拖了十幾年到處選址 蓋在陽明山上 怕火山爆炸 蓋在基隆河邊 怕被河水淹沒 最後找到松山煙場 好 來囉 這個92年 台北市公開招標 94年招完標之後 發現遠雄準備更改協力廠商 當時馬英九做台北市長 他判定遠雄集團流標 觀眾朋友注意到 當時誰跟遠雄開幹的 馬英九 馬英九認為遠雄已經失去資格 要準備流標 另外起標 可是觀眾朋友很妙喔 當時我們的陳總統 領導的工程會 那個主委叫郭瑤琦 他強迫市政府必須統一 認為市政府違法 阿扁叫馬英九給吞了 這個蛋 不管有沒有禽流感 不管他是好蛋壞蛋 請你給我吞了 當時其實馬英九 不斷地訴願工程會 說遠雄違法 遠雄違法 遠雄違法 政府要解約 市政府要解約 可是我們的扁政府 不斷給台北市政府施壓 希望要他給吞下去 這個事情已經拖到1月9號 陳述不跟你說 就是馬英九的反擊 說遠雄真的不能合作 這個遠雄有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 95年5月2號 阿扁政府工程會正式拍板 市府的不同意 是沒有用的 要聽我內政部工程會的話 好了 那我馬忠特也乖乖的 在6月49號只好接受 因為他接受壓力 不是趙騰雄的壓力 他接受的是阿扁的壓力 阿扁很厲害 他會裝瘋賣傻 他會死不承認 可是有圖有真相 郭瑤奇的一個動作 讓官方先知道 到底遠雄巨大 是誰逼出來的 我跟官方報告 所以大線很多人在罵東罵西 你去追追看歷史 到底是誰要準備擋人財路 誰又準備接人財路 有圖有數據 可以說真相 萬明哥我們要觀察 因為從這幾個大巨蛋 我們要倒推 第一個 當初誰擋大巨蛋 馬英九 擋巨蛋的不得好死 真的現在馬英度剩9% 另外一個就是說 柯文哲講的 說全世界的球場也好 巨蛋也好 都沒有蓋在市中心 可是從美國2006年以後 美國職棒規劃的五座棒球場 其中有四座蓋在市中心當中 柯文哲沒有去過美國嗎 你幫我做解讀 柯文哲不懂巨蛋 也不知道巨蛋 能不能蓋在市中心 其實沒關係 就是有的外科醫師 他也不會動手術 是 是誰 大家有一天會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從真正的 經濟的角度來看 我這個個人來講 我最早我就反對蓋巨蛋 是 因為滿意度也剩9% 不會比滿意度高很遠 沒關係 我的滿意度剩9%沒關係 因為我也不當市長 我也不當總統 柯文哲現在擋巨蛋 所以將來他可能會比9%還低 也不一定 如果他還不懂得 怎麼動手術的話 將來更危險 我為什麼說反對蓋巨蛋 就是巨蛋其實這種東西 只有美國能玩 就像航空母艦 也只有美國人玩得起 沒有人國家玩得起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亞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日本對不對 第一個巨蛋就是東京巨蛋 1989年開始的啟用 但是1990年以後 日本就開始進入所謂的 經濟泡沫 巨蛋 巨蛋噩夢 你知道嗎 然後日本接著下去 就是不斷的蓋巨蛋 到現在蓋了6個巨蛋 但所有的巨蛋 除了東京巨蛋有賺錢 以外其他通通賠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巨蛋的投資成本 是相當大 台灣你要衡量衡量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能耐 玩得起 玩不起 養得起 養不起這個巨蛋 你要講日本東京巨蛋 一場比賽對不對 可以進5萬人 你告訴我 台灣哪一場棒球比賽對不對 可以進到3萬人 2萬人都已經 很不容易的事情 何況平均下來只有幾千人 所以他不可能玩得起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 商業去包裝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 台北巨蛋演變成一個 商場 購物中心 雖然是體育文化園區 但是我覺得 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但是沒有辦法 蓋巨蛋絕對不是做工藝 你知道嗎 而是它就是一個商業 你看這是日本的東京巨蛋 晚上的夜景 因為東京巨蛋 就是東京後樂園 主題樂園 因為巨蛋是賠錢的東西 巨蛋裡面對不對 它是目前來講唯一賺錢的 但是它的巨蛋使用率 你看東京有1200多萬人 是台北市加西北市 兩倍的人口 日本人的人均國民所得對不對 大概也是台北的兩倍多 它才養得起那麼一個巨蛋 因為它現在使用率 大概有八成以上 但是它旁邊也是像旅館 也是因為住宅 也是遊樂園 這樣子才讓東京巨蛋 豬市會社能夠賺錢 對 我再看看這個事情是美國 這是加拿大的這個 多倫多的這種圓頂球場 它也是北美地區蓋的最貴的一個巨蛋 它也是由誰來蓋 由加拿大最大的電信公司 羅傑斯電信公司來認養 一般的政府是玩不起這種巨蛋的 對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因為喜歡看棒球 我不喜歡看台灣職棒 因為台灣職棒水準太差了 我比較喜歡到美國去看職棒 所以我每次到美國的時候 就是想辦法找個時間去看職棒 我去過西雅圖的巨蛋 西雅圖那個巨蛋 基本上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多屍 就是下雨下很多的地方 對 所以必須要蓋這個巨蛋 一般來講美國的球場 美國當然現在也有 都沒頂 也有五 六個巨蛋 但是西雅圖的球場是很奇怪 你看這是西雅圖 現在的Safiko球場 Safiko也是一個 當地的一個保險公司 美國最大的這種人生商業的 保險集團 這是西雅圖老的國王球場 它也是一個巨蛋 這是美國 也是全世界第二座巨蛋 大概1970年的時候 它就開始用了 這個後來時間到了以後 就蓋這個新的巨蛋 新的這個巨蛋 它是一個可以開合式的一個屋頂 天氣好的時候打開 可以接觸大自然 平常的時候也打開 下雨天的時候對不對 要比賽的時候 它是想把它關起來 這大概是它的球場的 設計的這種情形 這個球場在美國蓋的時候 大概花了也將近5億多美金 但是基本上 任何的這個公共工程 在美國蓋起來 一般來講 它的成本都比較低一點 所以說巨蛋在台北蓋的時候 蓋了將近花了300億新台幣 也不用政府出錢 也不用 但是基本上 它不要政府出錢 所以政府必須用一種BOT的方式 讓利給他 讓利給他 我不收你的權利金 我讓你可以在經營商場 經營飯店旅館對不對 然後辦公樓出租等等 這樣子他才能夠以他 體育以外的營收對不對 來補償他經營巨蛋的虧損 這是每個國家發展棒球 不一樣的特色 你講說棒球會不會 這個棒球場是個設在市中心 日本所有都設在市中心 除了雜訪球場 雜訪球場投資150億台幣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日本這幾年 政府負債這麼沉重 基本上雜訪北海道的巨蛋 它是2002年日本人為了辦市族會 所蓋的 花了150億 然後我蓋完以後 就全部交給政府 出錢的也是政府 破產了 當然破產 因為成本很高 你知道雜訪市不過 我們看這張圖 觀看這是日本的巨蛋 東京巨蛋 因為它有遊樂園 有相關的附屬設施 它賺錢的 福岡巨蛋是虧損的 福岡也滿強的 大阪巨蛋是已經破產的 然後雜化巨蛋也是破產的 那西武跟明谷巨蛋都是虧損 這都大城市 我們看著明谷 大阪 福岡 東京都大城市 日本的巨蛋 幾乎上能賺錢只有一個 其他有兩家都已經破產 其他都在虧損了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剛剛講的話 就是說巨蛋 絕對你不能把它當作文化 什麼體育事業去經營 你就是要用商業去包裝 怎麼讓利給這個企業 讓這個企業願意來幫政府 去蓋巨蛋 你如果說老百姓覺得 這樣子不公平 那你就不要蓋 這個是條件怎麼談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絕對都離不開 這個商業的運作 這方面還是美國運作的最成功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美國第二個最早的巨蛋球場 是休斯頓的太空人的國王球場 他在1965年的時候就開始起用 一直到2000年的時候 新的一個巨蛋對不對 蓋成以後對不對 他那個舊的才會 才拆掉 新的巨蛋剛開始叫什麼 叫安隆球場 安隆大家有沒有熟悉這個名字 安隆案 對 太極案 因為當年 做假葬 美國的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報告一件事情 美國的球場基本上 都是由地方政府來蓋的 出錢蓋的 第一個 美國蓋球場真的比較便宜 因為至少地很便宜 第二個對不對 他蓋完以後 就是用這個蓋好的球場 來吸引球隊進駐 然後政府想辦法用冠名權 用這個特許的經營權 轉包給民間的企業 當時安隆是德州第七大企業 也是美國最大的能源公司 休斯頓火箭隊的球場 叫做豐田中心 豐田汽車 對 豐田中心 對 給他冠名權 對 在台灣假如說 台北大巨蛋叫做富邦中心 叫做大陸工程中心 那鬧翻了 所以當時的安隆集團 也是雄勳勃勃的對不對 去認養了休斯頓的棒球場 但是大家都知道 梁仙平他認養這個球場以後 不曉得是不是這個球場代賽 當年他就發生破產 少了人家400億美金的 這個到目前為止 還是美國認為經濟史上 最大的一個破產案 也是一個詐騙案 後來這個安隆集團 就放出了官名權 休斯頓市政府 花了220萬美金對不對 把他的官名權買回來 我跟大家強調一個觀點 還要買回來 我跟你講 這就是法治國家 一切按照法律進行 哪怕安隆這麼 天誅地滅的公司對不對 你也不能隨便 人家滅安隆滅鼎 不能有這種做法你知道嗎 但是休斯頓政府 買回來以後對不對 第二年又轉包出去 給美利果集團 美利果是可口可樂 底下最大的一個果汁公司 那個時候他每一年對不對 也是260萬美金的價錢 20年給美利果 其實反過來 休斯頓市對不對 反而賺到了錢 所以一樣的球場 有不同的命運 你知道嗎 我們再回過來看看台北 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球場 有人說巨蛋都不是在市中心 我告訴你 其實美國的巨蛋 大部分都在市中心 偏郊區交界的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美國人看球場 看球比賽 基本上是一個家庭日活動 就是一家大小開著車去看 他必須旁邊有一個能夠 至少停1萬輛汽車以上的 停車場 他才能夠蓋球場 除了紐約的陽基球場 他是在市中心以外對不對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郊區 跟市中心的中心 你像東京巨蛋 他就在日本黃區北邊 那個文君區 也幾乎是日本東京 是很中央的地方你知道嗎 就是說每個國家你發展 打權力打會打到日本黃區 有可能 有可能 如果說加助燃計畫就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對不對 每個國家發展棒球 或者說你蓋體育場館對不對 都有不同的模式 你要根據當地的社會經濟狀態 建立自己的商業模式 你才能夠運轉出去 遠雄去包台北巨蛋的BOT 其實就是因應台灣特殊的環境 好 我們看到有幾個 第一個到底遠雄這個巨蛋 有沒有讓利 或有沒有土利 另外一個是現在網路上評論說 我們的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可是觀眾朋友注意到 從國際棒鞋的一個去年9月才來看過 因為國際棒鞋是管三陣出局 要三好球還是四好球 那四壞球是要四壞球還是五壞球 國際棒鞋是管運動規則 國際棒鞋從來沒有干預過 任何球場的設計 可是國際棒鞋有要求國際比賽 有幾個條件 有三大條件 第一個條件 中外野要400英尺 大巨蛋做到了 第二個條件是左右外野 最少要325英尺 大巨蛋做到 第三個是本類板到後方觀眾 要60尺的距離 大巨蛋做到了 可是為什麼傳言不能打棒球 官媒可能不知道 因為台灣棒球特殊文化 捕手很會露接 所以台灣的棒球場 都比國際的棒球場 本類板沒關係多了一點點 這是台灣規格不是國際規格 因為也不知道 外國的捕手不會露接 台灣捕手就很會露接 所以特別要替本類板 多留一個空間 所以安長國際標準 大巨蛋就是可以打棒球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我們從打棒球這些烏龍傳言 不能打棒球烏龍傳言 甚至到大巨蛋 你用會計的角度 甚至你也在幫忙審查預算 到底是讓利還是土利 你解讀 其實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確定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經濟 要不要發展 那到底要不要幫助政府說 來促進這些就業力 那這樣的話一定要建設 那你既然你政府 就一定要建設的話 可是因為政府財政有問題 你知道我們現在每一年的預算 比如說我們的稅率預算 差不多一兆七千多億 那我們稅數要一兆九千多億 一年要虧 要兩千億 那在政府的資金有問題之下 那你很多建設就一定要靠 引進企業的資本 因為錢要去蓋社會住宅 你要引進企業的資本的話 那在商言商 那企業你說你讓他不賺錢的話 誰會來 當然你要給他一點好處 可是很多企業愛台灣 對 你再怎麼愛台灣的話 沒賺錢的話再怎麼愛也愛不下去 那一定要讓他們賺錢 那賺錢到底賺多少 才是合理 這個大家可以算 所以大家一個先前的要件說 你要政府的任何BOT案 你不能說政府讓企業賺一點錢 那你說我都圖利廠商 我就圖利財團 那建華財團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其實團BOT還都有 像精華酒店就是成功了 所以你現在就 可是因為精華酒店 它是幾十年前 那時候網際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不會有很多人出來抗爭 其實當時建華酒店要蓋的時候 旁邊很多書也是砍掉的 對 那我們今天要講就是說 那你讓利還是說圖利 這個兩個要把它分清楚 所謂讓利就合理合理的利潤 那假如說那個圖利的話就是說 那明明是那個 假如說投資報酬利 一般來講說企業你要算他的EPS 或算他的那個投資報酬利的話 那假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設定 比如說重大的那些公共工程 或是一些家中建設 有給他升到6.9% 或是10% 那假如你弄到說50% 或是說300% 那這樣就有點圖利了 其實我也很重要 假如它是個暴力可圖的 就不會只有遠雄一家投標 大陸工程也來投標 殷琦就來投標了 很多人都來投 新復發就來投標了 國泰監就來投標 就是因為不太賺錢 所以 觀眾朋友 這是公開招標的 所以我們的任何VOT案的一個投標 政府都有它的一定程序 就是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的話 大家都一定說在同樣的條件之下 那誰來投標 企業它很會算 它一定算得準準的 無利可圖的話 它就放棄了 就不投標 就不願意了 或者說自己的資金不足的話 它就放棄了 就像我們現在最大的VOT案高鐵 就是一個很失敗的一個例子 因為當初沒算好 我們就怎麼算就知道說 到最後一定扯爛屋 因為你看它投資5000多億 那5000億的話 當然它是銀行貸款 貸了4000億 只有資金差不多只有1000億 5000億 那你給它35年 扣掉市盈預期 只剩好 你就說30年算 一年單單這些投資的回收 一年就要100億了 150億 光是要回收投資150億 還不管人事 水電開銷 那都不用 再來你還有假如是借錢 那利息就要100億了 要250億 你怎麼賺回來 它一年的收入 它一年的收入才200多億 那個沒有扣掉成本 人事開銷都沒有 所以註定就是要失敗了 註定就是當初 他們整個條件沒算好 那你今天你這個大巨蛋 你假如沒有讓眼熊一點好處的話 那當然眼熊也不可能來 那他會算 那為什麼會把當初就是說 只是說一個體育園區 一定要改為商業那個 規築的一些整個混合區 那就是你知道體育園區 就不可能賺錢 而且賠錢 對 而且賠錢 因為你從國外很多的 那個大巨蛋的案例裡面 看出來 尤其台灣 你說好 台北市跟新北市 加起來人口才多少 整個台灣才2300萬人 那你怎麼去來養這個巨蛋 所以他當然要做一些商業的 一些用途 包括他的旅館 包括一些遊樂區 看能不能利用這些 護家的價值來養這個巨蛋 那你今天假如說 我們每一個民眾 都是用一種說 只要 土利 讓利就是土利 那你就不要做了 那大家就死便 等於死氣沉沉 政府什麼事都推動不了 這個也沒錢 那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政府沒錢做 那就不要做 那也不要怪政府說 那個失業率 那個沒有辦法下降 那稅收沒辦法增加 那經濟沒辦法成長 那你要叫政府什麼話 好 我們要注意到 因為事實上台灣現在婉軍 這叫婉軍叫婉軍 婉軍力量很強 婉軍看起來很溫柔 很婉約 感覺充滿一副的愛情的情愫 可是好的婉軍 讓你上天堂 壞的婉軍 騙財騙色 跟你仙人跳 到底台灣對於大巨蛋的誤解 有多少 我們將武告 我來再次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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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